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过去曾经介绍过磁力矩的一个定义 以及它的运用 那今天我们最主要是来介绍它的运用 磁力矩它主要运用在马达上面 那磁力矩它是代表说当一个线圈 通上电流以后一个平面的回路 通上电流以后摆在磁场里面 那因为角度的关系 就是说当这个平面的法向量 它的垂直向量跟磁场的夹角 只要不是零度或者180度的时候 它就一定会产生一个力矩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磁力矩 让这个线圈在里面运转 那运转的话我们就会把电能转换成极界能 那所谓的马达其实就是把电能 因为它要通上电流 然后让它在磁场里面转 产生一个力矩 那这个力矩就可以把它转换成极界工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像那个地下室淹水了 我们就利用抽水马达 把那个地下的水把它抽干等等 或者马达也可以用来调这个抬高一些重物 什么之类的 所以马达的功能是很多的 那下面我们来介绍这个控制一个马达 这个做工的一些机制 的一些物理的机制 我们用公式来探讨 首先是先看这个磁力矩 这个我们过去曾经介绍过 那这个N是代表它的扎数 每组线圈的扎数 I是线圈上面的电流 A是代表线圈的面积 那这个B是 这个线圈所放置的一个磁场 所以它的控制机制总共有四项 有四项 一个是本身的扎数 所以你看到马达的这个扎数越多的时候 它的这个磁力矩就会越大 还有面积电流跟磁场 有四个控制机制 那最重要的呢 是看后面这一个 它的输出功率呢 因为这只是磁力矩而已 那磁力矩要运转的时候 才会产生输出功率 那这输出功率呢 主要还是跟它的角速度有关系 除了力矩的影响以外 跟它的角速度也有关系 那什么是角速度呢 就是它转一次 就是说它那个它的角位移除上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单位是秒 每秒钟所产生的角位移 所以它这个角速度呢 跟它的转速有关系 根据公式的转换 它会等于2π乘上这个F F呢我们一般简称为RPS 就是每秒钟呢 它旋转的次数 好那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用一个立体来做一个解释 我们假设有一个电动机 就是马达 它每一组线圈呢 总共有100渣 然后面积呢是0.05平方公尺 所以它这个线圈的面积 其实并不大 但是通常一个10A的电流 那磁场呢是两个T 两个T的磁场算是蛮大的 那当它的转速达到1000个RPS的时候 好我们看它的输出功率是多少 我们就带入这个公式 所以它的输出功率呢 就是用磁力锯 磁力锯是用它的扎速 就是10的2次方 好那面积呢是0.05 就是5乘上10的负2 好那这个电流是10A的电流 然后磁场是2 好我们先算它的磁力锯 好那那个2πF呢 我们等一下再来乘 这一部分是它的磁力锯的部分 那这两个刚好可以把它消掉 所以它的磁力锯呢 大概是100 100牛顿公尺 好 然后呢我们再乘上它的转速 就是2πF 2π 乘上10的三次方 1000个RPS 所以算出来结果呢 大概是 因为2π大概是6.28 6.28 乘上10的五次方瓦 好那如果换成千瓦呢 所以大概是 6.28乘上10的二次方 也就是628千瓦 这样的一个输出功率呢 算是还不 大概普通而已 因为一个马力是746瓦 好 对 那还好 大概几十个马力 这一类的 对 所以算是一个 那个输出功率蛮大的一个 马达 一个马达 对 好那有关这个电动机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